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不了解的人 根本不知道眼前的男人有多强 他名字叫韦东义 年纪轻轻 就在数学这个领域被称为尾神 2008年 连续两年拿下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金牌 随后 韦东义保送北大数学系 毫无疑问 他是天赋异禀的选手 在其训队 别人做题目都是用比赛写 他是用两个手在比划 然后就做出来了 大学期间 他一举囊酷秋成同大学数学竞赛的五项金奖 其个人全能金奖 成为迄今为止 唯一一个大满贯选手 当时甚至流传着一句话 只要尾神参赛 就一定是金奖 当年 韦东义获得了诸多海外名校邀请 哈佛更是为了他不惜打破校规 只要他来念书 英语考试至今免掉 然而他选择留在祖国 为国家多做一份贡献 2018年 获得了北大博士学位 2017到2019年 在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做博士后 年仅29岁的他 现在是北京大学助理教授 他只用了八年 就完成了本书博 被聘为教授 在担任助教的时候 纳门课的老师向大家介绍他 如果你们有不会的题目可以问我 我不会可以问助教 如果助教都不会 那就是题目错了 伟东义 当之无愧的天才 有人曾劝他换个发型 注重皮肤的保养 他并不在意 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数学之中 他每天学习十个小时以上 有时更多 看见喜欢的书就爱不释手 一定要看到透为止 真正的学识 从来不写在脸上 不修蝙蝠 满脸纯真 身上看不到任何物质和欲望 无独有偶 前不久 哈里功的教授王小丛引起热议 王老师平时不修冰服 满脸大胡子 瘦弱驼背 一年四季就几件衣服 夏天穿塑料的凉鞋 冬天穿黑色的胶鞋 吃饭只去食堂 会把盘子挺干净 上课时总拎着一个塑料袋 有一次上课时 刚进门 有位不认识他的学生 以为他是来清理垃圾的 那位学生甚至皱着眉头问 大爷 你找谁 王老师只是笑笑 开了个玩笑 化解尴尬 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普通 甚至有点磕疹的老师 却没有学生 愿意淘汰的课 反而很多人会来蹭课 他连续多年 被誉为哈里公 最受学生欢迎老师 为什么 一是因为学术水平高 二是因为他为人善良 他十四岁考上北大 十八岁考上志大研究生 是数一数二的人才 但他对世俗看得很淡 生活极为简朴 衣服总共就那么几件 翻来覆去穿 洗到皱吧 穿到开线 坏了才还 他不使得花钱 也不使得浪费 免费食堂 都是吃多少 打多少饭 为什么一个大学教授 这么穷 因为他把很大一部分收入 用来资助学校里的贫困学生 他自己和家人 仅留下极少的钱 用于糊口 真正的大师大地如此 大道质简 看淡的繁华 指导人世间 最珍贵的是素与简 哪怕素面朝天 粗茶淡饭 身处陋事 也能乐在其中 精神世界富裕 足矣 物理天才爱因斯坦 也是如此 他对衣着不予为意 常常让自己头发捧乱着 他最为经典的照片里 几乎的发型格外显眼 时间宝贵 打理衣着是没有必要的事情 他还认为 没有必要 穿着擦得正亮的皮鞋 因为那仅仅说明 你擦过皮鞋 他从不为自己的不佳修饰 感到难堪 有时身上发出异味 他也不在乎 朋友曾对他说 爱因斯坦 你该换套像样的衣服了 爱因斯坦耸耸肩说 没有必要啊 反正这个城市 没有人认识 过了几年后 爱因斯坦成为家与户晓的人物 这个朋友又提出了相同的建议 爱因斯坦笑着说 现在就更不必要了 反正人们都认识我 再有能力的人看来 精力应该用在工作上 而不是用在穿着上 比林斯基说 一切真正的和伟大的东西 都是淳朴而轻逊的 活到极致的人 一定是素与简 无论是伟东义 还是爱因斯坦 他们都绝非不会打扮 不会社交 只是因为他们有信念与追求 天但忘我 那些名利和称赞 不过是过眼云烟 他们沉浸在心爱的领域 追逐着自己的星辰大海 如果你通过我的外在判断我 那你不配懂我 不需要光鲜亮临来装饰 不需要人云云云地追捧 真正伟大而高级的灵魂 是自由的 多即是少 少即是多 心知所向 速率渴望 有人在网上说 伟东义这样的邋遢样子 要找不到对象了 看到这句话 先是觉得震惊 可笑 而后觉得心寒 什么是丑 什么是美呢 这世上有很多人光鲜亮丽 出入高档餐厅 一顿饭能花几百上千 这世上也有人身怀天赋 却低调随和 拎着馒头和矿泉水 这世上 有人身着滑衣 开着豪车 坐着疯狂低俗的勾当 这世上 这世上也有人不言不语 朴素到极致 一生都在做奉献之事 如果仅看外表 就区分人的层次 那是偏见 如果踏实的人 不符合时代审美 那是悲哀 韦东义 王小聪 这些潜心研究 纯粹专注的人 才是真正为我们 这个社会脱底 提供价值的人 今天的文章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好了各位小伙伴 晚安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